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李从文和何游珍刺激逃出山林 来到夜线给于主任发电报 电报内容与带威胁 但于主任已经看不到了 高处长成功暗杀于主任夺得权柄 高处长看到电报 李从文和何游珍很快得到回信 表示马上有人会来接洽 坝下镇镇民绝望之时 世兰收到高处长发来的电报 要求停止攻击 救治坝下镇镇民 然而沈月红的儿子小北和秦先生 没来得及打疫苗便死去 长湖等部分镇民响应 何游珍经过思考 发现李从文每每遇到问题 都会搬共产党做救兵 开始怀疑李从文的身份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何游珍加入想要反叛的镇民 站到了李从文的对立面 我分析啊 他们外边的兵力是一个营 他们会以S1的阵型进行搜山 S1阵型呢 针对的是武力匮乏的人 显然不是我们俩 虽然我们俩没有交战的能力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弹药 足可以造成歇斯底里突围的假象 通过小五的这个事情呢 他们会分析我们俩是很可怕的人 所以不会怀疑我们制造出丧心病狂的事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故意制造杀开雪露突围的假象 其实是趁乱而逃 没错 李从文 我怎么觉得你想的招 总是显得那么猥琐呢 你能不能严肃点 现在我们应该想的是 制造混乱之后 我们从哪撤离 这还用想吗 为了集中兵力 他们不会在山北悬崖安排人手 你终于上路了 看来还得吊着绳子逃跑 更猥琐 我怎么会想的 这边区域林木较为稀疏 大家小心点 看到人了吗 跟我估计的一样 S1阵性 中间区域为最前沿 别一有机会就吹嘘自己 有情况 对下 对下 是徐章生士 飞帝 取消对战模式 恢复围捕之兴 行 走 我走 作弊大弹 小心对战模式火之兴 你 走 这绳子够不够长就往下扔 够长啊 我跟萧月都目测过了 照着配的 萧月目测过了 目测过了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放心了 后阵 你什么意思啊 我告诉你 下去之后 我得好好跟你谈一谈了 我是认真的 你最近的死守 有问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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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哎 兄弟 啊 哎 哎 包 哎 哎 你慢点 你不是说 萧玉目测过了吗 是啊 是啊 目测过了 可是 对了 我们俩忘核对数据了 你的这根绳子应该 应该是我配的吧 应该 不对不对 应该是她配的 她配的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 抱着我呀 抱着你 把你这根绳子剪断 用萧玉这根绳子咱俩 才能一起下去呀 对对对 抱着你 抱着你 来来 我抱 刀给我 刀 什么刀 你别告诉我你没戴 我真没戴啊 我生命里怎么会遇到 你这么个蠢货呢 放我 啊 把袖子里的刀拿出来 好 刀斩 快往上走 我就要到处 刀斩 尔子 你不是 追上去 谨慎 洞口周围环境复杂 一手难攻 而且他们还有多少弹药 我们很难估策 联姻主营地 目标已被围困 我们将在入业后 进行全面部署 目标藏身处疑似 有大量武器及弹药 何时抓捕 可否击毙 等待主营地指示 是 小北啊 小北 你要坚持住 我们一定会没事的 你一定能好起来 小月 别烦我 从文和尤真肯定能出去 我也正想用同样的话 来安慰你 你们真别怨我 四十六十部罗网 大队人马想出去 根本不可能 都过去了 别提了 军队在立场上是中立的 跟他们都你死我活 咱们就彻底没希望了 作为棋子 要想不任人摆布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 我们都宣誓过效忠 于是就只能在囚龙里 祈求生机 我只祈求 小北能好起来 小北或者好起来 或者死 不管什么样的结局 都是他该受的 月红 我们不是于民 不要把希望寄托 在无谓的幻想上 那你说我们还能怎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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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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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更担心小北会 我知道 我很清楚 小北要是出事了 我俩就完了 从文和尤真应该能突围吧 应该能的 他们俩配合向来是天一无方 你撤过这会儿念到一晚上了 你能不能消停会儿 那你说他们能突围吗 要是不能突围呢 那我们岂不是都得困死在这儿 如果注定要死 一家人死一块儿也是福分了 如果有机会能出去 你俩还会这么想吗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们不是想甩下我私奔吗 你偷听我们说话 对呀 你可以去找吴司令 可你舍不得龙九 妈 你有点太过分了吧 除了龙九 你谁都舍得对吗 我不想和你说什么 我做了你六年的妈 逃跑你倒把我甩了 你就多我这么一个人吗 别生气 别生气 我们有话好说 我告诉你龙九 为什么我们的忠诚一次次被亵渎 因为我们就是群烂货 我从没把他当女儿看 你最好也别把他当真媳妇 这个烂货最拿手的 就是做出各种惹人怜爱的模样 吴司令都能对付各何况 你个屁经验都没有的学员呢 不定哪天呀 他就吸了你的血 来 谁都知道没有救世主 可谁都用祈求救世主的出现 就像现在呀 人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从文和尤真身上 他们若败了 大家都垮了 人哪 从来都是为了别人而崩溃 忠诚 被忠愚的人亵渎 信念就摧毁了 信念摧毁了 人们就成了不魂野鬼 没了根了 要是有机会啊 能抱着小牛远走高飞该多好啊 老爷把你养大 给你嫁人 无聊了就到你婆家找着事 欺负欺负外孙女儿 别多开心啊 又离开心啊 别多开心啊 别多开心啊 我应该就 зан奏了 我料已经去哪里 我们的主子 是自己的 为了 才不已 然 那都是所在的 而旷于人乎 故从事于道者 同于道 德者同于德 诗者同于诗 同诗于道者 道义乐得之 同诗于德者 得义乐得之 同诗于诗者 诗意乐得之 信不足焉 又不信焉 我一直在怀疑 他是个病是庄的 老王 是爷们儿 就别附在老婆身上 去中心帐里 起来上级的手机来给我 上月 快上来 快下来 来 快下来 小军 我对 大友 先来 局面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让祖城武深切感受到了一种 弥漫着血腥的诡异 他必须亲自走上一趟 不为别的 只为了情势能够变得简单 再简单 我叫祖城武 我的四十六师 是收服夜线行动的主攻部队 我知道 你们当中有些人曾深入敌后 配合过那次战役 所以今天我私下进来警戒区 一来是想结识一下 这些素未谋面的战友 二来是期望以战友对战友的身份 和你们好好谈一次 化解彼此疑虑和恐惧 就当前的事态 做出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应对方案 我没有带武器 足够诚意了吧 岳红 长虎没寡妇 你们跟我留下 其他人外围观察 对不起 还有一个人因为丈夫 在那次战役中牺牲了 精神失诚 我就不让他参加了 你总可以让我带翘匹马的 进入警戒区 那些人有毒危险 你难道不知道吗 师座只要求拦不住啊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拦不住我来拦呢 那他还不避了我 我知道 因为我是特工 祖师长对我心存戒定 他总说我表演真诚 可我真的是在恐惧啊 恐惧这里的官兵 发生任何意外 我从来都没有刻意隐瞒过身份 我只是不想表露得太明显 让人觉得我会凌驾于军队之上 所以你们有什么理由 怀疑我的真诚 石小姐 其实我 PHV病毒危险性 只有我最清楚 因为我的深情 军委把你们派到这里 如果你们也被感染了 我该怎么交代 你们别急 师座既然敢去 就一定会有错事 那帮人现在很不理智 他们怎么会跟他谈判呢 可师座说了 城上有他的故人 应该能谈得好 真是想当然 还有 外防大队昨天晚上 就已经防备完毕了 为什么还不散开卫伯 这是师座有意摁下的 因为涉及到是否可以击毙 必须想看看谈判结果再定 天哪 不抓住那俩 怎么谈判呢 你们太不了解 这些受过特训的人了 如果不让他们的希望 彻底毁灭 他们是不会妥协的 马团长 请你立刻通讯外防大队 展开尾部 这个 万一祖师长被他们扣下了 你怎么办 要不要拿人交换 别再犹豫了好不好 我不想听你下任何的命令 会让士兵们觉得 我凌家与掌管之上 终于立场的指示 立刻展开尾部 专令 各族检查装备 十分钟后展开尾部 队方若有武装抵抗 可以起毙 是 有人 有人 来 你看 这水 有什么变化 好像变浅了 没错 我和肖岳呢 也注意过这个内流 午后开始涨水 凌晨呢 开始退水 这些水呢 穿过寒洞 流到山外 应该有好几百米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 等到水退了 寒洞漏出来 要不然好几百米 我无法呼吸 你 真是这么想的 李总 好 伤未感染的人 再做一次血检 确定体内无毒的 都到营地 和我们同吃同住 当然 如果有人愿意协助医生 可以留下来 我们曾并肩作战 虽素未磨面 但感情又在 我知道 这件事背景很复杂 但只要你们大多数人都活着 它就会变得很烫熟 也很可能让某些人 不得不最终放手 反正我接到的任务 就是防止病毒 蔓延出霸下阵 如果你真的是好意 这个方法可行 反之 如果我们都进了营地 就等于成了俘虏 半点余地都没有 现在最可怕的 是你们所有人相继被感染 直到死绝 所以我希望你们 最好是选择相信我 知道吗 两个闯关者也被包围 藏匿地点也被发现 我之所以没有下令微捕过 是考虑到 是不是要开枪击毙 大家曾是战友 我珍惜你们每个人的命了 我珍惜你们每个人的命了 如果允许带枪 我们可以派几个人去试试 如果允许带枪 我们可以派几个人去试试 你说呢 小月 朱铁四告诉我 几分钟之前 后山那边发了信号弹 内容是 展开围谱 若遇抵抗 一律射杀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你冷静点 给我拿下 看来啊 要是灯水退了 还得有一段时间呢 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跟我在一起很烦是吗 我说过吗 我说过吧 你平时得虚心假意惯了 谁知道你怎么想的呀 有人 我知道 平时我顾忌的很多 所以 可能有些时候 伤害过你 可是 算了 不说了 来 你别碰我 我说 你这人这么多变哪 你什么意思呀 我没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想跟你做包扎呀 我有什么意思啊 有人采现了 他们围上来了 他们是来了 你觉得会有多少人 不好说 肯定是冲不出去了 都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想狡辩 这绝对有人 背着我擅自下的命令 笑话 你四十六师素来军纪严明 没你的授意 谁敢越足再跑啊 你给我闭嘴 少这么一样关系跟我说话 我是带着诚意来的 你的诚意就是 把染病的都耗死 能打的都骗作俘虏 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晓月 我警告你 长官的理智 决定所有人的命运 在你之前我已经受过骗了 而且是个 我以为最不该骗我的人 所以现在我失去的 所有理智都恢复了 事实上 就算没有那颗信号单 我也不会接受你 好 水位退得不够啊 现在只有单种选择 要么被他们弄死 要么被水链死 你们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发围了 送下你们脚械投降 否则 我们将无法保证 你们的人身安全 看来你跟他形影不离啊 因为我意识到他比你靠谱 我得重新认识你了 走 注意 走 有数 音笔 是 你们想干什么 都给我散开 都给我散开 好了 小月 ILY 你 怎么着 想扣留我做人质吗 我警告你们啊 你们要是敢动 祖师长半个号码 四十六师就会把这里 为平地 散开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能把他当作敌人 散开 祖师长 我有话对您说 不许靠近 我曾经跟您一样 条件在艰苦 也得让军府比挺着 可有了孩子以后 很多原本矜持的东西 一个一个都顾不上了 所以 别指望一个做了母亲的人 会被纪律约束一切 尤其是 在他心情非常非常晦涩的时候 混蛋 尤其是 尤其是 多不启动 都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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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老实点 把你们枪都给我放下 放下你们的枪 都不启动 你要干什么 不要动 不要动 如果注定是万劫不复 我还估计什么 扣你们做人质 你们想得太简单了 只要我愿意 我又比这很上一万倍的招 我 江夏镇永远会让人出乎意料 或许昨天还是桃园 一场雨 他就成了地狱 什么意思 这是秦先生的血 让你切身感受一下 pHV病毒是怎么样的 你要干什么 你们逼的 欢迎来到拔下镇 营长 洞内纵深一百米 里面没有其他出路 可我们一直严密监视 是 没见他们出来过呀 营长 快看 这道水银显示 刚才不久前 水卫还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说 水卫在往下退 我观察了很久 水卫下降的速度 在不断低增 刚才还没有这么短 快 找韩东出口 好 快 卫防大队报告 目标已突围 什么 藏匿地点有条 非常隐蔽的寒洞 延伸出口 是在封锁区域之外 出口 释索的公司 应该在这儿 你不断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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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断压 你不断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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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不断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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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那些人跟祖师长注射的带病毒的血 伤心病狂啊他们 伤心病狂啊 什么 让诗兰出来 小语 你让诗兰无法收拾呢 你明白吗 早就没法收拾了 不就想让我们死绝吗 好 他现在已经被感染了 而且是最直接的血液感染 我们没别的目的 把他送回来 就是想让他成为军营里的感染源 让病毒扩散 让站在霸杂的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 都死绝了 我真没想到 你是这种人 错看了我对吗 别忘了 你我都有冷血的一面 现在求抛给你你来选 是让戒严部队和我们在一起等死 还是带着这个可怜的家伙 统统给我滚出去 来人啊 把你们市长大人接回去 怎么 难道要让你们的市长大人 也封锁在警戒县内吗 杀了我 什么 四十六师从不受人口血 杀了我 实作 这是军令 不要 借祖师长回营 你给我闭嘴 一切都等回营之后 再做处理 这里轮不到你发号施令 杀了我 借祖师长回营 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就这么点 一定很贵重吧 他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杀师长 好自为之 接着我 快 扶手都来不及了 快 快 退回去 退回去 否则我一枪打爆他的头 小语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改主意了 我忽然觉得 看着你们师长大人 慢慢在我眼皮子底下死掉 是件相当愉悦的事 我们 回家 你 可不能 sleeve 就说明他心里有底 也说明 疫情并非不可控 什么意思 世長有一核不知命的真迹 我怀疑那就是疫苗 虽然致敬他密而不宣 你不会想告诉我 你是故意以身涉嫌吗 只要我不在军营 石兰就以你特使的权力 下令围捕李聪文他们 而这个指令 必将激怒你们 做出非常之举 我来这里 的确是想为你们挟持 好有筹码和石兰谈判 只是没想到 好 你们这么狠 直接扎了我一块血 这样也好 大家在同一条船上 我和你们一起赌 赌我这个石兰大人 够不够分量 让石兰交出疫苗 以你们的命为代价 就我的命 组织长 你 你何必这么做 我说过 我们曾并肩作战 虽素未谋面 但感情又在 追 站住 干了谁啊 干了谁啊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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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哪儿去了 妈的 什么事的 事风是下来 什么人都有 欲行宇内负几时 田园江湖湖不归 你们确定这是要发的电文 只是想叫家里人 知道我现在的心情 钱多瘦 你这旗袍挺可体啊 得了吧 跟你在一起啊 就这么猥琐 连偷衣服的勾当都干上了 你就感谢我吧 这衣服里啊 多亏有钱 要么拿什么 给上边发电报 电文翻译过来 就是鱼丝网破的意思 除了叫嚣 没有半点实质性的威胁 你觉得能起到 恐吓的作用吗 关键是 我们出来了 可以随时陷掉很多秘密 这够不够危险 你们 都是我最信任的人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现在 该轮到你们了 我和高又天高处长 一方不是敌人 只是正在博弈的对手 我们手里有着同样的筹码 一方倒下 另一方从此 稳坐泰山 千军难捍 我鱼律人向来恩怨分明 对于帮助过我的人 我是不会小气的 这一点 我想你们都很清楚 于主任 要做什么 您吩咐就是 我希望高又天 能够为党国捐躯 属下明白 不认识 万无一失 明早起立 撤毁人亡 今天早点回来 是儿子生日 知道了 放心吧 我 能不能不去了呀 我从早上就觉得心慌 老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隔三差五就心慌 都快成狼来了 又天 别忘了取蛋糕 嗯 哎 早 早 哥州长 州长 走吧 刚才戴老板打来电话 责令我全力彻查 这次刺杀事件 温秘书长也将亲自 你们通告全国 强烈谴责汪伟特务组织 这一令人发指的卑劣行政 76号在这里的一个据点 已经被我们掌握 隔赏无论,集权不留 是 对于你们 我想说 人之所以能飞黄腾腾 最关键的 就看他是否能够战队阵营 进来 高处长 宇峰发给于主任的密电 来自夜信 你们除了挂个抗生素和生理盐水 你们还会什么 别这样 他们只是医生 小掌柜 师姐姐让我带个话 说她想跟你谈谈 就你们两个人 除了是个医生 还是个皮条可 你还会什么 你们除了挂个抗生素 also 你还没有意识到 你们的行为已经是在反叛了 错 我们是在捍卫自己的忠诚 那你就应该明白 身为组织的人 没有任何东西 是属于自己的 包括幸福 是谁下的清除令 或者说是谁 在滥用权力 在没有同属负责人 认可的前提下 擅自拟订 别试图说谎 我之所以有这个判断 是因为我知道 疫苗已经到了 当时你敢让组成五回营 我就断定 你手里有疫苗 能治好的 那好 那就让我们 都开成不顾吧 我跟别人没有感情 所以我只想 一对意地跟你谈 我可以 我也愿意跟你妥协 请你找个机会 带上你儿子跟总市长 逃来决营 我的缺陷 也只能超越到这个地步了 治好所有的感染者 否则就让祖成五跟我们一起死 肖月 我的行为已经是在寻死了 就以为我还念起着忘不得过去 别再跟我打感情牌 我错过了一次 不会再有第二次 现在的肖月 现在的肖月 有老婆 有孩子 而你 是来夺我们命的煞行 所以你我之间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念机 我再说一遍 治好所有的感染者 否则祖成五跟我们一起死没得商量 祖成五 抗日战场上的一员汉将 不明不白地死在八夏镇 你恐怕不好交代 我会一直考虑你的条件 我提醒你 祖成五已经病发了 时间不多 施小姐 谈得怎么样了 是做什么情况 施小姐 施小姐 马团长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这儿的指挥官 我要你尽快集结兵力 入阵狡杀这批劫持及残害祖师长的无耻叛卑 把我隔离到兵区吧 算了吧 到了这个地步 大家也都没什么顾及了 多了 多了 你们都回去吧 我来照顾他 我来照顾他 要么任务失败 前途惊悔 要么死亡主帅 最终成为伤头 退卸责任的替罪羊 施兰塔 当然会很纠结 我这么做 是不愿意你们 对这个国家绝望 可仔细想想 好像有点傻 后悔了 知道吗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娶了我那个老婆 我借她步步高升 可再也没了自己 我怀念我的初恋 萌羊的美丽 我的初恋在纪念前 但现在 因为她曾经的美丽 导致了一场噩梦 施小姐 对 奸孝 英雄 初恋和幽真 应该是突恋了 否则世然她不会那么无措 祖臣五 以身似乎是够仗义的 可她不明白 我们现在已经被遗弃了 回不去了呀 她姥姥 崇文跟幽真 他们即便是杀回重庆 可也没有手段回天了呀 危机如能化解 我们大伙过日子行吗 我 我们谁也做不到 祖师长那么无私啊 如果 忘掉自己的身份 做真正的老伴 我们 可以吗 我们 彼此为对方 不为别的 只为对方 我想 试试 好 崇文和幽真肯定已经突围了 你想说什么 我们对祖师长太过分了 而且没必要 崇文和幽真不是神仙 出去了也会被追杀到底 龙九你记住 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宝 压在别人的事或身上 自己的命要自己掌握 可祖臣五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龙九 你叽叽叽叽的烦不烦呢 祖臣五现在的结果是他自找的 是他感性是他蠢 战友 北伐时期共产党还是战友呢 可现在呢 鬼子打进来成战友了 鬼子要是败了呢 祖臣五的问题 就在于他分不清感情和需要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说什么来着 别把他当你真媳妇 你们都躺下这么多人了 你们还说这样的话 说这样的话是为你好 夫妻一场给你一个忠告 如果有天虚要杀了我 你一定别犹豫 如果换作是我 我也会这么做的 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必须拥有的素质 重点哪儿 我必须拥有的部分 我必须拥有的 你这样知道 fl weed 你就把自己拥有的 踩住呢 我们那边的人 这就把我们家里去 你先伤害别的 你要不要去 你提醒这个 我信任何人 第一呢 他们对我们的威胁格外紧张 第二呢 这封秘店是伪造的 怎么了又人 这上面的发保人的通邮编号 与你去电视收保人的编号一样 是啊 应该是一样的 应该是一样的 可是结婚申请不予批准的那封秘店 不是这个童有编号 也就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上报结婚申请 组织的回复 是你一手为造的 对吗 李从文 你就是一个骗子 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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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真有真 你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可解释的 你就是个骗子 你当你是谁呀 你以为我真的稀罕你吗 还装模作药 拿电影来骗我 你有这必要吗 你小点子 我告诉你李曾文 说你猥琐一点都没错 你这个人就猥琐到头了你 有什么事你不能回去说 滚开 有真有真有真 我老婆逃婚到这了 闹什么闹 看我回家怎么收呢 这不是巴夏镇的李正掌吗 还真是 你知道吗 后来我还真打听过这人 据说可好色了 看着人模人样的 没想到会是这种货色 连捡破烂的都不放过 什么品位呀 无法无天 强强命 巴夏镇 能用龙九这种狗腿子当道 根本就出在这个恶霸阵场上 巴夏镇的问题迟早得有个说法 但是现在不要分散注意力 大罕见张琪 一直都化名躲在这个妓院里 咱们就抓他出来 铺置一注 到时候 看谁还敢给他当保护伞 放下我 放下我 你干什么呀 恶真 你坐下 你坐下 行啦 行啦 你干什么呀 恶真 你给我坐下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没有害你 这一路我都在想 我怎么向你解释 我 有些话我没法向你说 有些原因我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啊 有真 你要恨 你就恨我好了 从认识到现在 我们生死与共啊 我 我不可能骗你呀 我说过 如果危难当头 长官先走 我一定会带着你和妞妞的 我是真喜欢我没骗你 我可以对天发誓 谁啊 我 苍浪之水清晰 泥高 泥寡 你们来得够快的 我带来了上风的密令 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住这儿 你这条问的有点外行了吧 是 是有点外行 那么 请进 小姐 快走 走 我得给小北洗个身子 你先回吧 我来吧 一起吧 长虎 我希望你明白 无论怎样 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 现在我更担心 你和萧月回不到过去了 你对我用过心吗 你对我用过心吗 我承认 以前我没有 但现在 我对你说去真心话不疑 我知道以前你对我只是需要 而对萧月 你有真感情 你不用否认这点毋庸置疑 虽然你们这份感情的基础很脆弱 只是因为萧北 但毕竟 她在让你们做亲人 我跟我的伙计说过 爸 如果我就是个压态 就要打赶 我 pension 她被虽然 他人为什么了 Living 我还是管理的 对不起 这段时间我总跟着你 不是有别的企图 我只是喜欢去看一个真正的母亲 小月在诗兰的问题上被蒙住了双眼 很愚蠢 但是换个角度看 也说明她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 我希望你们能真心拥有对方 哪怕可能是短暂的 哪怕只是因为小美 但值得相信我 谁 傻丫 地下好玩吧 跟上面是两个世界 人心也有两个世界 见光的和不见光的 好玩的 这是不见光的世界 往往却真实 好玩的 我看你 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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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伸 现在情况很复杂 那个 我们都应该 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也不知道咱俩谁心态不好 是我 是我心态不好 我先调整 我先调整 何必呢 不愿意说出来就好了 干吗费那些手脚 优伸 相信 一定会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用了 我已经想明白了 我们的确不该有别的心情 我 其实我早就有预感 我是指我们的组织 先回密店 稳住我们 然后再干掉 小心 有证 相信我 关系到所有人的性命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 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去能解决问题的地方 有诊 离我远点 我要发现 你在离我有一尺之内 就立即割你头 你干嘛把我带到这儿来 我说过 一觉醒来万事大吉 李宗文 你不会是想投共产党吧 几十号人在这儿等着呢 不至于 哎 既来之则安静 好久都没看到这样欢畅的笑脸 暂时沉浸一下 也无妨 我往东边走 你去东边 那我们下来 谢谢啊 再见啊 再见 走 看看去 三三制呢 是统一政权的政策和原则 是民主管理的呢 基本结构 这是民主的第一招 也就是由百姓来选择 能够代表他们出来管事和义事的人 现在就请各位乡亲们 举起手中的选举权力 对我们的工作呢 进行一个审核 也希望报社的记者同志们 对这次改选的情况 真真切切地向全国各地 做下反应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有必要到这儿来听赤色宣传吗 这都是托了国共合作的福啊 走 同志 一定会 同志 我们赶了几十里路 也是来参加改选的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跟 想跟共产党同志合一张影 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很荣幸 记者朋友 来给我们合个影吧 来来来 别羞大大的 来来来 你们这是 我呢 是地主 他呢 是电虎 我们俩之间 有了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后来 就逃了出来 明白明白 年轻人吧 对对对 革命 革命 好 好 赵相宝 好好好 赵相 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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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我这儿 三百里车马建成 好 我以为能看到捷豹呢 出去吧 是 跟我赌 请你告诉我 马团长 什么时候你才能发出微教的决定 师座现在扣在这里 咱们现在是投鼠忌器 而且逃出这两个人 情势已经起了变数 他们逃得出封锁 也逃不出组织的追杀 没有什么生还的可能 广且 这也不是你们该考虑的问题 我知道 大家都在努力 可这两天轮番找他们谈判 谁又带回来半年收获 将持 就是死局啊 我们研究了各种 我们的突袭方案 结果 都只有一个 师座会给他们陪葬 对不起 您把话说反了 是他们 给祖师长陪葬 祖师长已经被注射了 带有病毒的血液 已是无止 这话算是 虽然冷酷 但也只能如此 能够饮酒就饮酒 但若饮酒不少 也不能让他成为对方 撤着我们的武器 这帮人已经丧尽病毒 威胁到了极点 多存留一天 就会有一份 谁也无法估量的意外 葬事长说过 四十六师从不受人过去 那天他能要求你 向他开枪 这一次 他也一定会同意 我们的决定 放 包括马团长 有几个人 搬着警警线过来了 都带着枪 都给我听着 我现在的话 可是作最后通牒 你们的祖师长已经病危了 僵持下去的结果 只可能是鱼死网破 霸下阵的所有人 都已经难命在赌了 因为注定要死的话 拉一个垫背的就赚了 你们呢 小月 我们正在做最后的磋伤 相信我 很快就会给出结果 错上个屁 你们没得选择 石小姐 别掖着藏着了 告诉他们 你手里有一秒 小月 你手里有一秒 拔出来 让我们活下去 你不要顾客真心 记住 这是最后统牒 不愿意 我 知不知道 他 有 过 我 找他 你 你 我 你想要说什么 你在隐瞒什么 我要你立刻集结兵力 入阵清教 这是命令 我们只听军令 魏连长 苏查施小姐营帐 找出疫苗换回施座的命 施小姐 爸 魏连长 如果你们不想让四十六师 整编进入别的房号 最好对我这个特派员尊重一点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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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湾一地 黑云密布 东西南北 刀光剑影啊 不好了 你闭嘴 你闭嘴 戒严部队正在迅速集结 看来是要分路入阵 围杀我们 所有人等击中去酒坊 复死一战 快走啊 就这儿结了 告诉大家 最好都给我弹务续发 好的 我要 糍ild heavily 太好了 我们走 你们谁也别劝我啊 我不能让小牛毫无隔离地 和大家在一块儿 何大爷 把小牛进地道 如果躲得过一周 说明你们就是幸存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